我想问你在里面洗头发的时候 你在我身上摸来摸去是什么意思 第一个 不要解释你就说刚刚那个 你在我身上摸来摸去是什么意思 开开心心去剪头发 却在洗头时被店长无理对待 事后讨要说法 店长却声称都是正常操作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当时只是想剪一下 然后他就跟我设计一个发型 后面给我剪完之后就特别难看 然后我就要求他说 再给我重新去做一个 然后我去了之后 当时是晚上去的 他店里只有他一个人 然后他就毫不犹豫就答应我了 也没找我额外收费 眼前这位年轻美女 就是当事人陈女士 陈女士刚刚大学毕业 目前正处于找工作的阶段 为了想给公司留一个好印象 陈女士决定去理发店换个发型 在与理发师沟通完之后 理发师就开始动手修剪了起来 可最终的结果 却令陈女士非常不满意 也为做头发的时间已经很长了 陈女士不愿意再过多纠缠 于是带着不快离开了理发店 当陈女士回到家之后 左看右看 觉得实在太难看了 于是他想着再去那家理发店修理一下 如果需要付费的话 他也可以接受 于是没过几天 陈女士再次来到了那家理发店 也为时间已经是晚上九点 店里只有店长李先生一个人 陈女士向李先生说了自己的诉求 令陈女士意外的是 李先生并没有说收取其他费用 而是免费再帮陈女士修理头发 陈女士很开心 觉得对方的服务态度很好 然后做完之后呢 就是本来是不需要再洗了 他就跟我说 他说再去洗一下 做好发型之后 陈女士准备离开 可李先生却突然告知 陈女士她的头发还需要再清洗一下 陈女士觉得奇怪 按道理说 做完发型是不需要再次洗头的 但也没考虑太多 陈女士便躺上了洗头的沙发上 他没想到 接下来会发生令他无比愤怒的事情 他就给我做按摩 我就跟他讲 我说不需要了不用了 然后就是不想让他给我做按摩 因为我感觉 他给我按着按着就往下面摸 原本只是正常洗着头 洗着洗着就感觉李先生的手 不断往下伸 一边伸一边询问陈女士 是否需要按摩服务 陈女士对李先生的行为 感到不太对劲 立刻拒绝了 后面他就站起来给我洗 然后我就感觉 我是这样子躺着 闭着眼睛 我就感觉他的整个嘴巴 都在我的旁边 就是那种 好像是有意把那种呼吸的 那种弄到我的脸 当陈女士以为之后 能够专心洗头时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原本洗头都是坐着洗 李先生偏偏要站起来 而且将头靠的距离 陈女士的脸特别近 陈女士都能感觉到他的呼吸 现场陈女士 还给记者模拟了当时的情况 如果事实真如陈女士所说 那么确实 李先生的行为 很容易让人误会 然后我就侧过去嘛 结果他又挨过来了 我就觉得他的嘴巴都要快跟我 就是亲上去了 然后当时我就本人的 我就说了 你干嘛 然后他就 他就什么话都没说 他就坐下来就给我洗头 刚开始 陈女士觉得可能是不小心 不想把事情弄得很尴尬 陈女士将头偏向了一边 可没想到 李先生也将头转到了他的方向 甚至嘴巴离陈女士的脸越来越近 陈女士一时请急 大喊一声 你干嘛 也许是因为心虚 李先生一句话没说 也没做任何解释 就直接坐了下来 给陈女士洗头 可现在的陈女士 已经完全没有了洗头的心思 是又生气又害怕 不过头还没洗好 便冲出了理发店 回到家之后 陈女士本想稀释宁人 可朋友们的评价 令她怒火中烧 是要给自己讨个说法 我本来头发好好的 挺好看的 结果被她一剪 我朋友 看到我这个发型 都说怎么剪成这个样子了 而且头发全部都枯掉了 当陈女士顶着新做的发型 见朋友们时 无一例外 朋友们都对陈女士的新发型 加以嘲笑 觉得还不如之前的好看 更令陈女士生气的是 她的发质也变差了许多 于是她找到记者 希望记者可以帮她讨个公道 随后记者陪同陈女士 找到了李先生 她自己带来的药水 自己带来的药水 这不是你们店里的 不是我店的药水 当时给她做的 也是用的这个药水 对 所以您觉得 就是她的头发 出现那些什么 开叉呀 她原来头发本来就开叉 李先生首先表示 当时是用了 李女士自带的药水 造成发质受损的原因 肯定不是出在她身上 其次 陈女士之前的发质 原本就不好 她是来我在剪头发 我就收到剪头发钱 第二个她拿场 要给我给她弄了 我没收到加工费 第三个 她说现在又不好看 她要我去出钱 她去外面去做 要我去出钱 便说着李先生 便委屈起来 她向记者表示自己 只收取了陈女士 剪头发的费用 仅仅45元 用陈女士的药水 帮她做发型 是免费的 也是出于想留住 顾客的原则 现在她觉得不满意 反而向自己索赔 她就得非常不理解 第一天来 她是我朋友给她洗的 她洗的 她一直跟我说 洗的不好 一直说 怎么着 抓脸 怎么着 一直在说 剪不要我 她是我朋友剪 她不要我朋友剪 后面我给她 今天做完 我就说 等下做完以后 我给她好好给她洗 对于陈女士所说的 过分举动 她一概否认 表示都是正常操作 而且表示是陈女士 嫌弃其他人 洗得不好 作为店长 李先生才决定 好好帮陈女士洗洗 自己只是好心 没想到 还闹出了误会 随后在记者的协调下 李先生还是向陈女士 道了歉 表示很不好意思 给陈女士造成了误解 并且答应给陈女士的头发 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但要收取50元的处理费用 对此陈女士表示接受 大家在去里发店洗头的时候 难免会产生肢体接触 如果介意的话 应该当场向理发师说明 或者询问是否 可以换成同性洗头 如果情况严重 应立刻采取报警手段处理 不要因为害怕而忍气吞声 那么萤幕前的 你对这件事是怎么看待的呢 欢迎屏幕下方强赞加留言讨论